HELLO 我是Edwin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秘技就厲害了 各位上班或者在家裡都會聽歌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電腦來聽 用電腦來聽歌的時候你會在哪裡聽 你會去Youtube 下面有一張Playlist 然後就在播歌 又或者你正在上班 你喜歡聽電台 然後就去930 聽電台 這個時候Edwin有一條新片上了 那你當然要馬上看 記住看廣告 你會發現聲音重疊 又有音樂的聲音 又有Edwin的聲音 這個時候就會手動 自己過來暫停音樂 然後才可以專心看Edwin的影片 又或者不是 你是用iTunes來聽歌 如果看完之後 又要再按 再按Play 鍵 那就很麻煩 那今天介紹這個秘技 可以等你 不需要再手動做這件事 自動幫你做 你播片的時候 你的歌就會自動停下來 首先我們去MillFM.com 就會看到這個軟件 可以下載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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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走過這些 教學 教你怎麼用 他就說 You are running MillFM a desktop program that moves your music when you watch a video automatically Please follow this quick wizard to understand a bit about how MillFM works observe MillFM in action config it to work with your music 然後就一大堆 有九個step 那我不讀了 自己看吧 裝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部電腦裡面 就多了一個Mil FM這個軟件 打開它 接著你要做什麼呢? 在這個Background Music這裡按 Change 選擇你到底是用哪一個來做你的Background Music 譬如你用iTunes聽歌的話 你就選擇iTunes 如果你用YouTube聽歌 或者是你在聽電台的話 你就有一件事要做 你就必須要把你看影片的browser 和你播音的browser 是兩個不同的browser 譬如這個其實就是Fire Force 這邊就是Chrome 如果你用Fire Force 來聽歌的話 來做Background Music的話 你就需要在這裡選Fire Force 那就是Set as Background 你繼續開始播這個歌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Admin的影片 然後留意要穿過一個商場 才可以去到細田谷線 你就會聽不到這邊的音樂 為什麼? 因為你去這個Volume Mixer 看看 你就會看到 Fire Force 是給它這個軟件 幫你Meow了這個Fire Force 即使它在播放 它也不會出聲 當你暫停這條影片的時候 等7秒 你就會看到它把音樂推上去 會自動幫你開始玩這個音樂 那我們再做一次示範 我們這次就假設我們在聽電台 然後想看Admin的影片 在2秒的時候 看到一隻白色的貓 對著自己 你就會看到Fire Force 這些貓 又拉下了 然後又Meow了自己 然後你看完Admin的影片 然後等7秒 你看到這裡 它就倒數7秒 OK 7秒過之後 它又繼續 開這個音樂 為什麼是7秒呢? 其實你可以設定它等多久 才開始播放音樂 你喜歡的話 你設定30秒 設定1分鐘 設定5分鐘都可以 那這裡有不同的設定 你就可以試試玩 覺得那個間隔太長 就是看完Admin的影片 那些音樂 其實可以早些 開始再播 那我們就設定30秒 這樣 然後這次我們就 試試用iTunes來播放歌 如果你的Background Music 是這些音樂的軟件的話 它就會幫你暫停 而不只是Meow 我們試一次示範 那我正在聽這首歌 OK iTunes正在播放這首歌 然後我想看Admin的影片 然後還有雷擊打下來 它就因為隻貓的招手 而避過了一劫 你就會看到這個音樂 暫停了 切的吉祥物 看完了等3秒 然後就會開始再播放音樂 那這個Software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這個Meow FM 我們看看 這個哥哥仔就很偉大 寫了這個Software給大家用 就不僅是Windows的Version 就算是MacOS的Version 都有 和Linux都有 那就不用錢 不用錢 完全免費 爽啊 萬一你說不是 有時候你的Outlook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那Software就會以為你在看影片 又幫你Meow了音樂 那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去Meow FM 然後按Change 找回Outlook 那我這裡沒有Outlook 假設這個Fire Force就是Outlook 你就去Fire Force這裡 然後按Edit 然後按Agnore for Automating 然後按OK 然後按OK 然後現在即使 這個Fire Force怎麼播聲 怎麼出聲都好 這個Meow FM都很聰明 不會幫你暫停Background Music 如果你想它提醒你 它幫你Fay Out 和Fay In 的話 你也可以 你呢 拿著這個Lotification 然後提醒你 你現在的人生很悶 沒有Background Music在播放 然後呢 就彈這個Lotification出來 提醒你開始播音樂 如果這個Keyboard沒有功能鍵 Play,Pause,Mule,Unmule這些鍵 你也可以在這裡設定 你自己Customize的Global Hotkey 也推薦這個Software給各位 以後就不需要自己不斷按 開始Play音樂 開始暫停音樂 又要成成成了 那這次的分享就這麼多了 今個星期我就不在香港 這條影片也是提早錄影的 所以今個星期只有這條影片 下個星期就會有多段影片 記得跟著這個頻道 我是Edwin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